诺诺受伤了,还流血了? 痴恩恩的瞳孔缩成了针尖脉盲,什么都顾不上了,马上抱起流血的小女孩,脸色惨白地说, 车,丽北绝,帮我拦一辆车。 痴恩恩,你镇定一点。 丽北绝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么的慌乱的样子,忍不住地摁住了她的肩膀。 诺诺受伤了,她根本就镇定不下来。 她明眸全都是焦急,妄想英俊的男人咬紧了下唇,惨白着脸。 我要去医院,一定要快,快,帮我拦一辆车吧。 不对,你先放开我,这里人太多了,车开不进来,我要出去,我要出去。 丽北绝就没有看过她这样,虽然太阳穴一片刺痛,痛得她的神经都在抽动着,但是看到她这个样子,比头痛更痛的是心痛。 她当机立断,一把从痴恩恩的怀里抢过了受伤的小女孩,抱在怀中,咬牙切齿地对她说。 跟上来。 她抱着小女孩就跑了起来。 怀中的小女孩抱起来软软的,丽北绝形容不出那种感觉,就像是过电一样,心脏有一瞬间被添得满满的感觉。 该死的,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? 太阳穴就像是被撞击过似的,灵魂都要被撞出身体了,她的头仿佛被卡车反复地碾压,刺痛得眼前发黑。 Shit! 丽北绝低咒了一声,加快了速度。 让开,都让开。 她人高腿长,气质不凡,再加上生人物尽的气势,看到的人纷纷地让出了一条路。 丽北绝抱着怀中的小女孩,加快了速度。 诺诺一只手紧紧地拽着她的衣服,一边呜呜呜地哭,哪声哪气的小奶音,哭得人心都要碎了。 哼,爹地,痛,痛,痛,爹地,哼,暖暖,痛。 丽北绝皱紧了眉头,太阳穴尖锐地刺痛了一下,她脚步一个踉距,差点没有稳住身形。 很快地,她就冲出了人群,冲到了马路边,迅速地拦住了一辆出租车,率先把受伤的小女孩放进了车内, 再一次打开车门,对着跟在身后的小女人和吃宝贝说道。 上车! 吃宝贝现在满心满眼,都是懦懦受伤。 迅速地让吃宝贝先上了车,紧跟着她也上了车。 车子一路急迟,狂飙向了医院。 一路上,丽北绝的头都像是被两道力量疯狂地拉扯,仿佛要把她的灵魂撕扯成两半。 她的额头上溢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,冷汗晶晶地往下滚落,顺着她下颌,滴落在了衣巾上。 吃恩恩总算注意到了她的不对劲,把注意力从诺诺的身上,放了一些放在她的身上。 丽北绝,你怎么了?是不是刚才受伤了?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柔柔的,然而这个时候,听到的是这个熟悉的柔柔的声音,脑袋里的疼痛更加地厉害了。 她明紧薄唇,极力地克制着自己。 我没事。 你真的没事吗? 吃恩恩看她苍白的脸色不像是没事的样子。 丽北绝灵魂已经快被撕扯成两半了,她靠在沙发上,绷紧了神经,连吃恩恩的话都没有回答,就闭上了眼睛。 她必须要这样,如果不这样,她怕她会痛到失控。 吃恩恩总算是觉得她不大对劲了,但是也没办法,只能催促死机。 师傅,麻烦你开快点。 出租车一路风驰电掣地开到了琉球最大的医院门口。 吃恩恩给了钱,让吃宝贝先下车之后,正准备倒回去把诺诺抱下来。 就见之前闭幕名神的男人,不知道什么时候睁开了眼睛。 不用她说,已经自然地抱着小女孩下车了。 她英俊的面旁还有一些苍白,眉头紧皱地率先往里面走。 走吧,去急诊室。 好。 吃恩恩应了一声,回过头,拉住了同样脸色苍白的持宝贝的手,跟上了她的步伐。 这里是琉球最大的公立医院,也是最好的医院。 几乎大部分的当地人和游客,由哪里不舒服了都在这里看病。 所以,琉球出了夜市之外,就这里的急诊室人满为患。 丽北决抱着怀中哭泪了的,还巴拉巴拉掉眼泪的小女玩,一路地穿过了等候的人群。 护士马上拦在她的面前。 先生,不好意思,请排队取号,等医生叫号。 滚。 一声冷斥,再配上冷军的眼神,护士一下子就被吓住了,都忘记了要拦住她。 只见她快步地走了过去,简单粗暴地一脚踹开了急诊室的门, 送了里面惊呆了的男人同样的字之后,把哭个不停的小女孩放在了就诊桌上, 对着外面的吃恩恩说道, 还不快进来。 说完,回过头,霸气地看向医生,不耐烦地吩咐道, 看病。 医生已经惊呆了,被她冷冷地眼神一扫,顿时抖着手,结结巴巴地道。 呃,啊,好,好的,这,这位小朋友,怎么了? 该死的,她眼瞎呀。 丽北决恨不得把她的眼睛给抠出来,贴在小女孩的膝盖上。 不过,她忍住了,居然耐着性子回答。 摔到腿了。 医生惊讶道。 腿摔断了? 看起来不像呀。 划了一道口子。 划了一道口子? 她嘴角抽了一下,忍不住地抬起头问道, 呃,那个,先生啊,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? 她这么十万伙计地冲进来,还踹门闯进来, 一副要杀人的样子。 结果,这个小女孩只是摔倒了,滑出了一道小口子而已。 一道小口子,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? 这种小伤口,直接买点点酒和纱布就可以处理了。 你觉得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? 丽北爵面无表情,漆黑的阴谋里透出了危险。 她虽然也觉得小孩子摔了一跤没什么, 但是那个女人那么紧张, 她不知道为什么心脏也是一阵一阵地紧缩的感觉。 仿佛这一套不起眼的小口子有什么大危险一样。 太阳穴猛地刺痛了一下。 丽北爵撑着就诊桌,手拢起了手上的力量, 难受的手背上轻筋突起。 快点帮她看,否则。 吃恩恩在他们说话间已经跟着进来了。 她抓紧时间问清楚了吃宝贝和谁来的, 然后打电话,让哈斯那边的人联系了医院的高层, 马上就把诺诺的情况安排了专家。 打完那一通紧急的电话, 她慢了一步才进来。 进来就看到了巨傲的男人和医生正在说话。 她知道诺诺的情况必须在专家来之前, 抓紧时间做一个紧急的处理, 顾不得那么多,直接对着医生说, 医生,她有先天特殊性的血液遗传病。